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太光 这不太光瘩 这就是他们老公也写了 好新的 你看 人家出门了 怎么瘦的红色 别…别… 别公主放水了 别公主放水了 小姐放水 别公主 别公主 在高兴区 新蒸池队刑警 有法医的侦盟下 本市远环投资案 已经初步锁定犯罪监医人 警方透露协议人疑似反射会认可 同情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伤策血腥 左侧波刀心那个骨折 肝脏琢瘤伤 基本上可以结案了 今天晚上 举步地区月空将上演一出 罕见的超级血液器官 我怎么装成这样 这是哪儿啊 我怎么在这儿 怎么都记得了 小姐 她是 她又是什么人了 怎么都穿着古装 小姐 你 是在叫我吗 小姐 你不愿意进出了吗 这是哪儿了 这个是 既是醒的便跟我走一趟吧 本官已逆于此案有所干系 来人 这 这 走 你干嘛呀 你们谁呀 没搞清楚跟我走 放开我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干嘛 我们家小姐可是恐腐二小姐孔七七 你们这样撤了剧头 她怎么知道我这孔七七 不会吧 真来古代了 小姐姐 我不是你最厉害什么恐腐二小姐 我是小姐 你说什么胡话呢 老爷是当超赐福 我已经让车夫通知家里了 并帮你脱罪 脱罪 我脱什么罪啊 我有什么罪啊 你 你 搞错了吧你们 小姐 恐二小姐 请吧 这群古人办事 怎么一点流程都不讲 太不专业了 小姐 等等我 莫名其妙来到这儿 还成了嫌疑犯了 真是够 恐二小姐 你如果不交代 你为何同死者 同时出现在室中 就修怪本官不给令尊面子了 我也才来得好吧 我上哪儿知道去 你说什么 你们查案 也要讲究证据吧 嗯 论人证 你们有谁经验探的 死者是被我推下去的 嗯 论物证 你们的法医 嗯 不对 应该是武座 你们的武座 有在现场发现 与我相关的东西吗 嗯 论杀人动机 我为什么要杀他呀 嗯 就凭我出现在一条 谁都能出现在河边 就定我罪 也太草率了吧 更何况 他还是个孕妇 胡想办事 我也到 怎么这么言说 姐姐 门山人别跑了 对不起 姐姐 你走吧 我真的是想去本书出办了 你走吧 都会有钱了就 姐姐 今天的事实不对 慕知悉 难不成你也穿越了吗 怎么这么言说 姐姐 我的生日领悟了 慕知悉 难不成你也穿越了吗 王爷 王爷 这位姑娘 你方才说 你与死者并不相识 那你又如何得知死者有孕 你不觉得紫祥矛盾吗 等会儿 不对 不是 我真的不认识他 死者怀孕 也是我醒来无意识发现的 你们让你们的武作 一验便知 慕王爷 方才情况紧急 武作并未详细查验 事情紧急 就更应该快速验尸啊 尸体落水的姿态有异 这个案件 可能你有隐情 你如果溺水会怎么样 你 对啊 人如果溺水 会下意识地扑桃 这个女士 双手抱着肚子 证明肚子的位置 对她很重要 我无意按压女士 她本应该充满溺硬 而柔软的肚子 明显发硬 结合以上两点 此女怀孕的几率 高达九成 她懂议事 荒谬 你磨个肚子 就知道人家怀孕了 行 蔡大人 有事不 退下吧 是 王爷 刘花之说便是 王爷 死者是您府里的丫鬟 既然如此 就更要查清楚了 孔姑娘 你所说的 都只是你的推测 到底是不是推测 你们解剖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哎 又是把肚子扑开看一看 王爷 就如你所说 扑开看看 王爷 这有所不妥吧 放心吧 一切后果 有本王承认 是 蔡大人 这要验尸 不合规矩啊 王爷 您看这 验吧 看看她是不是 完全护验 你来我来啊 这你来吧 你帮我接过一下 堂堂相扶小姐 怎么会想我做这事 视频检查 女性尸体一具 身长164 头发肺 头皮完整 这小松里有东西 捏走 好 右手指缝 有人体组织成分 伤前可能与凶手发生搏斗 帮我站一下 口鼻枪击双侧外耳道 有明显分辨 符合逆水死亡特征 具体死亡时间 需要进一步去 好 果然的发型也太有事了 孔姑娘 这可是这个死者的手帕啊 我没那么多想叫 孔小姐 你这解剖方式 我还是头一次见 王爷 事情隐狠 您 不错 小心 别睡到 孔小姐 你没事吧 嗯 奇怪 我是女神后来到这里吗 为什么她也在 该不会我们是一起穿越来的吧 怎么记不起来了 该死 她是故意诸子不认识我吗 难道王爷是 何来到这里 都与她有关 难道王爷是 何来到这里 都与她有关 算了 还是先给自己洗脱自己吧 这第一个盘子 是我从女士的支架缝里 发现的新鲜的人皮人肉 证明她生前 与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搏斗 像这样 我的双手上面 都没有被抓伤的痕迹 可以起信为嫌疑了吧 这孔姑娘方才晕倒 怕也是身体雷弱 看来是本王多虑了 至于这第二个盒子 我想 就是她拼命护住肚子的原因吧 腹中的胎儿已经成型 至少应该有四回忆手 那 那这是何够啊 这第三个盘子 是我取出来的胃内荣物 现在还能看出来 是一些没有消化完的迷范包 应该是在她死亡之前 两个小时吃的 就是一个时辰 好了 诗呢 我也帮你们验了 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九王爷 蔡大人 我就不奉派了 孔姑娘 月生了 本王送你回府吧 他会咋 谁知道你是不是我 就不麻烦九王爷了 今日初见 这孔二小姐 确实和一般龟秀大不一样 既然如此 就尝尝吧 是 王爷 该喝药了 去 碧王爷 昨夜 我们才查到小婉十年府上的丫鬟身份 今日 京中便传看明与他不清白 旅人思通 出台案件 最后杀人海命 救不了栽赃一个没什么存在给的王爷 那就怕栽赃只是顺带 这其中另有引擎 那属下继续谈查 这可如何是好啊 老爷 先喝茶 喝 老爷 这事可不能就这样算了 验尸这种阿杂之事他都能做 以后还怎么得了啊 老爷 你可得管管了 这就是我国内的爸妈 影响了他自己的事事小 我们 我们孔家其他的姑娘 以后该怎么活呀 你 哎呀 看样子是哎呀 反正也不是真的 管他呢 出了这样的丑事啊 你还把我都烂了你 够了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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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错了吗 我有什么错 我还是受害者呢 再说了 净竹不都派人告诉你们事情原有了吗 你 不 不进时呢 好好好 来人 老爷 公平派人来军 找小二小姐去西方湖 回来她休息 紧我 这个家伙子 怎么阴魂不散了呢 孔二小姐 天理查案的圣旨可是本王求来的 嗯 我谢谢你啊 这是什么 本王近日的刑场 给我干嘛呀 今日方间传闻 与本王无关 哦 这个家伙子 册子上写得很清楚 本王六个月前 便去黄陵为师母祭嫂 两个月前方才回京 所以拿腹中胎儿 等王不希望有什么误会 你等一下 我今天没出门 什么房间传闻 我也不知道 奴婢知道 奴婢知道 今世情中都在传 说语院那句女诗 是王爷的相好 是王爷 王爷 时辰到了 我去给您取药 小姐 奴婢出去逗了 我是真不知道这件事 再说了 你有这个东西 交出去不就行了吗 干嘛 孔小姐有所不知 太可道了 顾智希 你该死 可装什么可怜 小时候不是很凄零吧 狐狸就这么一点事 用得精神人尽几致 我看 你是远回回去了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刚才那一脚 唐砍进气管里了 你起来一点 忘记话事 你们在干什么 你是谁啊 你知不知道你看着害死他 不乃本朝太子 你又是何人 光天化日的形势如此方大 我该死 我呸 该死闻屎你爸 就算是杀人凶手 也要给他编起的机会 更何况他被人陷害 你身为凶者 不变是非 往为任凶 你看看 他差点被你害死 大谭 信不信我砍了你 今天我不杀你 但若是慕之锡 再做出犹辱皇家 我也知识 我定送你下去陪他 慕之锡 你好色为之 你没事吧 后方 看看你头发的烂 慕之锡 你怎么混得这么差啊 你说 太子不会真的看我头发 那倒不会 但是下次不可如此了 你还想有下次啊 你 方才你用的法子倒是新奇 我不曾见过 它就是一个急救的办法 你要是想知道 我教你 像这样 放在棋上面两指 然后左手握拳 右手包住左手 张勇力拉 你别乱动啊 高二小姐 考得开了 你别 王爷 查到了 是沈家 快叫狗人快走 孔二小姐 方才知识 只有他们两个人 能行吗 柴虎的身手一个人取都没问题 你就把蔡洛男当作看戏的吧 七分组 你还敢还手 提醒司又怎样 你知道我是谁吗 要么授手就擒 要么 还打 小爷 我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给我把这个男人换收拾了 柴虎好厉害啊 上 好 你个男人跑 你给我等着 我回去告诉我爹去 我爹 不必了 你爹已经派人去请了 明日公堂 我需要你能去一次 我也就能帮忙验尸什么的 这万案的事儿 我去干什么呀 蔡洛男说的沈家 虽不是官身 但却和朝堂之上牵扯颇多了 若没有实际的证据 就没有理由抓他 你可有什么办法 能证实沈家公子 是孩子父亲一事 要是能做亲子鉴定就好了 但在这儿 DNA什么的肯定不行了 你说什么 我有办法 王爷 人抓到了 身手没推过 也就给你想一点吧 尹爵 你与人私通害人性命 你可知罪 蔡大人 您在说什么 学生听不明白 不知蔡大人所言 可有证据 若是为了洗清旁人罪责 无端诬陷我儿 就是闹到刑部 我也是不怕 沈云外不必如此娇小 不如 多把刑部尚书仁安 也请来听 看看是否栽赃 别让他看看 沈云外是如何扰断公堂 无视黄青的 如果上次验尸时 脑海中出现的片段 是我本来的记忆 那我究竟是怎么来的 又要怎么回去呢 这样看来 验尸可能才是关键的 你 法医之责 为生者权 为死者言 你放心 我会最后为你和孩子 撑一次走 沈君 你是说 你不认识等王府的下人 你们王府门高院大 会一介不一 怎会认识你府里的下人呢 倒是有些个婢女小丝 仍认为是王爷转 认嫌疑 房也不比我们大 王高府的伙计已经证实了 你连着一个月 每两日就会和小婉去高炳府买上半斤梅花糕 你还抵达 原来是他呀 不过只是看上他几分姿色 欺了几分 我审觉风流一事 这也能算是证据 鬼并 来人 拿下 是吧 还要去打程庄护船 放给我 放开 退下吧 补作已经证实了 死者的右手 四个手指桌都有凶手的脾气 那这四指抓伤 沈公子还如何解释 孩子可是你的技术不要啊 你们有证据就拿出来 东白西扯的 我这上是猫抓的不行吗 猫抓的 你们家猫可够大的 本官问你 千秋宴当晚你在何地 禀告大人 千秋宴当晚 我与家父家母在云苑等烟火 家中的仆人和云苑的人 都能为我作证 如此 倒是我冤枉沈公子了 只是那日云苑 本王的人说 迟到了一物 众人皆说是沈公子之物 今日沈公子在 不妨帮本王辩认一儿 或是沈公子的 自当武归原主 沈公子 你可要看仔细了 这可是你的东西 真是何物 本公子不认识 亲身骨肉 沈公子当真不认识 沈公子 我肚子里可是一亲生孩子 也是 毕竟这孩子 是我亲手从母亲肚子里 娶出来的 您自身没见过 不过呢 不过 孩童四个月大了 娶出来的时候 心还在跳着 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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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公子 你可知 低血验轻之法 对未出世的胎儿 也是有效的 你说 我不要病啊 试试 柴虎 你沈公子险险 别 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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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得寸进尸 仗着肚子里的孽兆 十字大开口 是我把这件事情弄得行不适劳 谭大人知道 我与谭家的婚事 是我父亲好不容易求来的 他该死啊 我只是不小心推了谭家 他就掉进河里 没两下就断了气 不怪我 不怪我 他该死啊 解决 一人私托派人性命 政绩确凿 给我押下去 责任宣派 父亲救我 父亲 救我 父亲 娘亲 我今日解释了一位姑娘 验尸几法荆棘 若能留在身边为我所用 你的死意 或许很快就能找到验尘之法了 王爷 孔七七确实是孔家二爷之女 自幼跟着孔家二爷在老家长大 两年前过几个孔相才到京城 至于验尸一级 孔七七确实跟着当地武座学位一段时间 乡里父女对此有诸多非议 知道了 事不可待 那就本院秦晨宴吧 父皇 诸大人 好 小人得知 你 就是得知 这不玩意啊 不容易呢 你 宠宁 管教一部之今日为何 非让我带你一同前来 官家 前几日云院立水案 幸亏有孔大人的二女儿 大胆出手 案件才能快速够 有如此优秀的女儿 孔大人可谓是 功不可没 竟是如此 宏卿 回官家 此案乃刑部上下 和九王爷协力破获 小女实属侥幸 为臣不敢鞠躬 站起来回官 对对 不敢 不敢 身为闺秀 惩是与尸体为我 成何体统 与尸体为我怎么 实在是犹如斯文 犹如斯文哪 犹如今 父皇 孔七七 朝堂险恶 既然你已卷入其中 便留在我身边 与我并肩一成吧 父皇 云苑一案 而迟对孔家二小姐 一见倾心 还望父皇赐婚 云苑一案 而迟对孔家二小姐 一见倾心 还望父皇赐婚 你坐下 你怎会看上个 如此上不了台面的女子 小九 军前无戏言哪 你确定你说的是孔二小姐 我原本想着 孔二小姐聪慧国感 正直善良 虽为女子 但亦有济世之心 弱水三千 只取一票 儿臣自知身体不济 恐不能与家人摆手 唯愿与生 与新月之人携手 还望父皇成全 这好好的说什么丧气话 父皇 看来 是朕的小九长大了 也是 成家方能利益 好 朕允了 谢父皇 莫名其妙来这个朝代也就算了 还赶上遇刺婚事 莫志欣 我救了你两回 你居然要娶我 你这是人家仇报 我不管 你现在对我皇上说 你是骗人的 河阿小姐 可能你不相信 但我说的句句属实 我就不信 我逃跑 你还能帮我逮我 别 别 别 我看姑娘今日有血光之灾呀 我频道有把堂木剑 可屈哉比慌 作为剑赠有缘人 不如这把剑 就以五十两的价格 赠予小姐了 五十两 还赠我 送你 我看你一线五十两 姑娘 我看你活着都没有长好 什么时候骑作就能把刺安你 快快快 去把小姐找回来 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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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是要离家出走啊 我愿意诸姑娘一臂之力 乔乔 老游夫人正找你呢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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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哥哥慢走 姑娘从会过人 竟是今日第一个把我使用的 我谷悦 认定你这个朋友了 来 喝一杯 这就是你说的 安全的地方 那就当然了 就没有比我这红冰楼 更安全的地方 你这个江湖骗子说的话 我也能先 朋友 不过是一些江湖手段 需要再提 需要再提 来来来 喝酒 你等一下 你是说 你知道很多江湖手段 那你真是问对人了 江湖白小生 这是在想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交定你这款了 我 不 你 二小姐被胡比楼的东西带走了 找了二小姐 为你们试问 是是是 那 这位 白小生朋友 那你一定知道 管一些 走出京城的路了 离开京城 拿着户籍去光府办个路运 完了 路路 水路 任你挑选 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什么意思 你没有钱 要不我给你 我是说 有没有一些朋友 刚好呢 他们知道一些 可以弄假路影的办法 朋友 死到假路影 是办法的 要 不不不 二小姐 老爷夫人请你回府 不管我是啊 不管我是啊 红兵楼的盗屎老板 京城谁不认识 又在这儿看蒙鬼片 二小姐请 这就是你说的 安全的地方 我 吉时到 新妇入门 迎亲 迎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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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鼓动 打鼓动 这是强强命运 亲手 大马安 这口号小姐哪里的情愿 这会实不简单的 可不是 我还要你消息那个次女 还有惨可不明的地方 他 因为 主要是 你 最近 任何一个人 有 放演 我 怎么 能不能 继续 喜 essa 饮喝紧酒 牵手饮入洞房 让你逼我 我就不懂 看能怎样 牵手引入洞房 让你逼我 我这不懂 看能怎样 这新娘子是喝多了不成 怎么跟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 今天高低让你出点车 你们干嘛 入洞房 你蠢死了 要不然我真不知心还没回来 赶紧跑了得 夫人要去哪 拜过堂 喝过喝紧酒 夫人 该去正团迎客 我不去 爱谁去谁去 反正丢了又不是我孔七七的脸 你果然不是孔家的二小姐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你若真的是孔家二小姐 又怎会不担心孔家上下的六十几口人呢 毕竟抗旨逃婚 可是要满门超产的呀 我 木智希 你到底什么目的吗 你那天说的话 三岁小孩都不会信了好吧 云月一案 而只对孔家二小姐一见倾心 还望父皇赐婚 那你觉得我能有什么目的 当然是图 木智希 你干什么呀 其实本王有一个案子需要你的皇主 但此事事关重大 如果我不把你挤回家 本王不放心 木智希 有你这么求人的吗 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 不就是验尸吗 你给我一句白骨 我一样可以验 正是白骨 白骨就白骨 你先把白骨骨拿到这儿 验完你放我走 此事还需徐徐旨 你且伤案勿造 不过有一事本王不明 你为何如此想要离开 我自然用我自己的道理 我还要跟你说不明白 你这王府 你有没有尸体 我 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吗 验尸 什么尸体都行 这又何难 本王同财老男说 王后提心思的案子 你皆可参与就是了 就这 当然 本王的身体你也知道 倒是你 不会对本王起什么心思吧 迎客 男士义俊 年龄四十左右 死因 顿气损伤 左侧第二个肋骨 表情为骨折 女士义俊 二十出头 知心 奇怪 上次言试 这么回忆穿越之前的事 这回为什么没有心的记忆呢 难道不是一个严实 还是说对尸体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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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竹 坐这儿帮我包箱 坐这儿帮我包箱 好 烦死了 烦死了 不一样这么多尸体 怎么还是这些事 怎么还是这些事 真烦 看什么看啊 你有意见啊 不不不不不 我特别欣赏像你这样能吃的姑娘 不过你验尸究竟要查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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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要到哪里去 感觉 感觉 你要看病 我 对了 对了 立体你被抓走了 没事吧 没事啊 就被逼着成了的亲 啊 成亲 原来你上次逃跑 是为了逃分 嗯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我还想着 如果是你家中有什么麻烦 看在我俩投缘的份上 我还能去提亲 刚好救你于水火 你作为报答 你就陪着我乱及听牙 多好 小雪 别激动别人 王菲 王也有急事 莫志希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先知道沈家别庄 发现了十万两的尸体 沈觉他爹 小雪 别激动别人 王菲 王也有急事 王菲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尖叫沈家别庄 发现了十万两的尸体 沈觉他爹 是 那还等什么 走啊 本王的夫人自是不会有双王 至于浪迹天涯 都是她喜欢 本王也能陪着她 就不熬门公子那些人 真够晓眼的 哇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 生命不能承受致重吧 可不是嘛 这得是多少人的梦想呢 谁说不是呢 王菲有什么吩咐 夏大人 你可真够贫的呢 多谢夸奖 你们两个说正事 嗯 夏大人 你是说沈万两是不是追的金子 压死他 沈家下人交代 沈万两昨夜的时候 查了一次扇 进到房间就一直没出来 直到今天早上 还没有动静 夏人们觉得奇怪 一推门便看到这么个场景 嗯 这么看也看不出来了什么 夏大人 叫你的人把这个金状的位置标就好 然后把金状和尸体 一起来回提心思 我们请下一步检查 好 来人是 有许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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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辛苦了 还好吧 要是能有收获就更好了 什么收获 童年讲清楚 怎么 你也怕喝药啊 也不是怕 只是用年识养成了一些习惯吧 王爷 回城都不被堵住了 这脚步怎么这样 这是怎么了 这怕是江南水患的游民来了 怎么会如此突然 江南路远 水患的折子昨日才递到惊 这怕是第一批兽在逃乱的外星 你们这是怎么了 让开 让开 炽火 炽火 Partners 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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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炽火 站住 别不客气 站住 我原本 pay 下来吧 炽火果然受伤了 我们现在给她报头的吧 好 炽火 炽火慢点 炽火 你伤得这么重 一定很疼吧 你忍着点啊 带回去 仔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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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柴虎 回去记得金养几天 然后勤换药 嗯 好 还有王爷 太受伤了 进来吧 我帮你弄一下 这也没什么事啊 柴虎 帮我拿下药 嗯 忍着点啊 不好意思啊 没怎么治过活人 下手中了什么 柴虎 你笑起来真可爱 王爷 属下轻浮了 一时失态 王妃 柴虎不爱笑 下次不会了 你一点都不轻浮 要不是我没听你的话 你也就不会受伤了 这点伤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还以为 你会去救她呢 王爷她 柴虎 王爷毕竟是男子 即使在受弱 这种情况下 也比女子有自保能力 就她 我还以为 她只会占点小便宜呢 嗯 今日受到了惊吓 你是回府 还是去提心思 提心思 我倒要看看 一个审万两背后 到底有什么 到底有什么 这也是在现场发现的 老秦也不知这银定 是何时出现的 我给你查一查 这块银定 并没有记住在侧 即便如此 你带过去让蔡大人 好好查一查 说不定你凶手有关 是 你试吧 好 死者面部呈紫干色 不排除机械性窒息的可 根据尸表 尸斑 及尸体腐烂成目 再结合沈家别怨拐家的证词 初步判定 死亡时间是昨日趋势 身体其余受伤部位 无受过反应 回死或成 王妃 稍等一下 这是为您准备的刀具 哇 这么快做好了 老朽不敢 是九王爷 那天 王妃给我图纸后 王武座 九王爷 这是何物 回九王爷的话 这是王妃要的解剖刀具 这图上的器具 做工精细 草民大都不知道 实在难办 给我帮 是 那属下先行告退 好吧 那我再接你一个 开始吧 布知希 知希 三年前你说你要当一个作家 说两年之后我们就结婚 好 我等了你两个 那两年你有表示过 来说你父母训练是您接受我的职业 我又等了你一年 今年的 你还有别的技巧 几几 你听我解释啊 我听你解释什么 三年 又三年 我等你求婚等了六年 我知希 你骗鬼子吧 我知道 你是不是嫌弃或是有法医 几几 莫知希 我们分手吧 几几 你听我解释 你走 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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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我知道了 他知希 他和我一起来 那我溺水 和他有关系吗 到了吧 往后不再用了 王爷 您的意思是 今日之事 若是我 奇迹也不至于陷入危险 但是如果要停了 官家和太子那边想必会 我心里有说 要继续熬 不露出马晓即可 抓住的那些流民 可有审出什么 杀手并非将能流民 家中原有姨姐姐 被拍花子拐跑了 今天早些时候 有人告诉她 王妃就是那幕后老板 那姐姐已遭遇不测 才有了后面的事 捷刀杀人了 出门 备车 王爷这是要去哪 请接亲信 不可让她再陷入危险 王妃 你可是不舒服 嗯 这扳子 是我从沈万两喉咙里 取出来的 她一辈子为父母人 到头来 却被这金子给噎死了 你说 这算不算是 最有应得啊 这银钉 就是在那个金刚里发现的 我做老王还说 这不是从现场搭过来的 我觉得你可以搭回去 好好查查这背后的事 说不定有新发现 这扳子有问题 五年前春节 万帮曾进攻一匹宝石 官家命之道司 打造了一匹扳子 分给了几位老臣 你爹有一枚 那这气质 但这一枚 是刑部少数的 夫人 可有验出什么 姐姐 你怎么了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歇数据 自己的帖子 在两种活力 又从这个月 留在山里 就算了 为了 化碳 你 你看看 都是你最爱吃的 醉虾 醋鱼 你可是啊 果月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烦恼 我说烦恼 麻烦能解决吗 那烦恼有何用 既然无用 要他做什么 有心事 明明先与外人净土 齐齐 我们是无辞疏运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爱人 但是他这个爱人 好像做了伤害他的事 后来他又遇到了他 他现在好像对他又很好 你说他要不要原谅他 嗯 为什么不能 可是他伤害了他呀 你也说了 他伤害了你 朋友这个事只是可能 既然是爱人 那有什么不能摊开来说的 或许你朋友以为的过去 是个误会 所以说出来 还有那法区 他要是看着 他有什么奖务 他要在车上 他时光帅 好 回家 胡志兴 您会伤害我吗 我是说 如果有一天 不会有那么一天 回家查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那些金砖是在沈万良死后才压在身上的 而他真正的死因 可能是被一枚 属于仁安的班纸所噎死的 那枚班纸是御赐 但所有的证据全都指向仁安 会不会太明显了些啊 确实如此 仁安乃朝廷重臣 拿他问案不可轻拒妄动 明日仁府刚好有场宴会 帖子前几日就递倒了府里 倒是女朋友一起去 不过还有一件事 我那天在咽尸的时候 发现了一枚银钉 但是是在金砖里面发现的 我去查了提仙寺所有的经文 终于没有发现这枚银钉 只怕是有人可以放进来的 或许 查复 那瓶银钉出现了 清清 此时不能告诉任何人 查复 准复 爹 娘 那一响银 终于出现了 这些人 我敢留奔心 苦恋无异 我就是为了给你们报仇 我向我本职 无缘之水一大佛者 连响银的事 我都无处解银 娘 快了 这一切都快了 你们拿着 你们是人类的敌人 为家族平凡 你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如此莽创 我同家上下二十几口人命 冰昏十万小时的性命 都生在这几点子上 这么多年从未现实 你现在叫我如何冷静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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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背后之人记忆出招 我们等着便是 敌人在爱我们在明 早晚有一天能救出狐狸尾巴 那王妃呢 这件事 清清既是我的妻子 也该让她知道这件事了 毕竟 要调查王妃的死 终究绕不开这件事 你 收拾好心情 别让那些人抓住把柄 说好一起来查沈那俩的案子 结果到现在 人都不知道去哪儿 来了都一个月了 能想起来的东西 就这么点儿 小姐 什么肉鸟 那不是九王爷先娶的王妃吗 是啊 就是她 可惜 年纪轻轻的看着九王爷 这么个身子 哎呀 别胡说 那一位是你能说的吗 要我说呀 那王妃自在那云月出世以后 她就整天跟尸体为伍 哎呀 太会计了 那日以后啊 这王妃就不再是活人了 哎呀 众位夫人 在这说本王王妃的小话时 可想过有朝一日 主等也可能和武座打交道 哎 夫人快起身 没事吧 众位夫人在家中主持钟馈 想必一定十分繁琐复杂 那想来是不想让自家官人觉得诸位整日清闲 才有空在这里无视生非 再者说 武座一职 替生者言为死者语 所知所学哪里是简单的呢 哎呀 三位夫人如此言行 难免有些无德无妄 还不快下去 下去 这王爷言之有理 快来 王妃这几日在我们三司 可是出见了风头 行不得武座还说着 要去提行司向王妃讨教讨教呢 想必这就是 与沈爷外关系匪浅的人大人吧 好 久仰呀 下官今日身体偶有不适 还请王爷王妃海涵 由捉襟替下官好好管大二位 王爷王妃这边请 走吧 茶谷 清清 嗯 任夫人打扰了 王爷王爷 原来是火了 原来是火了 快走 有一股胡麻油的味道 王爷王妃 可有伤亡 院中发现一具尸首 来人 拿下来 是 好了 你把他搬过来了 现场怎么办 弟兄们急着救人 所以就 大哥 都烧成这样了 你救了什么人啊 不是 这就是七七八 女大人 嗯 果然是个胆子大的 不错 我错了 舅舅 夫人 可见我舅舅 你我成亲时 先不忙着任亲 满超皆知 明远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此事若是冲着你来的 恐怕 舅舅不必过于担心 到底是意外 还是有人故意为之上我清楚 赵洛南 可查出死者身份 人尸体烧毁得太严重 尚无法分辨 不过我已经派了一队人马 先去查今晚职手的下人是何人 但一点众多 怕是得劳犯王妃了 好 恐怕今晚要辛苦夫人了 嗯 谢谢我今天说的话 听着爱情收耳的 今日所言 全为心里话 我 就去看现场了 你和舅舅在心里救 在那儿 带路吧 走吧 你知道现场在哪儿吧 你都去 怎么用你话多啊 快走 说走 都手里干净了 最好是 再和上次一班 我就要你们的狗命 是 滚 就凭你们 也就查我离怀了 汐儿 那药 你是真不能再喝了 老舅舅关心了 已经不再喝了 老夫我劝了你十年 如今竟是想通了 身体不好 又怎么保护我的人呢 到底还是长大了呀 你打婚 怎得如此至今 不得我闭关出来呀 舅舅出关的日子 我可以慢慢等 但娶妻妻回家 我确实一点都等不得了 您总劝我要放下 当年之事 任我多年了 您闭关的日子 却一年比一年长 我这不是刚刚舞蹈 任由所成 舅舅 舅舅 三日前沈万两被发现 死在家中 有人给我们留下了一块 当年失踪的那批印钉 如此 您还要闭关呢 都贪亮的转上门来了 闭口熟 那明日 我便带着七七 去刀软来了 嗯 这那是发现尸体的地方 正是 这现场也太草率了 是 夫人 看完现场了 嗯 我想再看掩饰体 打开 是 哎 夫人 这是我命人准备的筹带 方便您掩饰的时候 手术衣物 还有一副手套 来 还好说 嗯 好 发现尸体的位置 有股胡麻油的味道 尸体的背部 与草坪接触的地方 没有被火灼烧的痕迹 尸体表面的痕迹 与活活被烧死的 完全不相同 所以尸体定是死后扔到余院 然后再放过坟上 所以余院的火 恐怕不是意外 夜深了 王妃该早些休息了 今日先行回府 以免累坏了身子 王爷真是体贴如威啊 看好尸体 再有像上次审办了的事 你知道后果的 走吧 修修 明日见 你们俩看好尸体啊 是 尸体发现有火在现场 皮肤表层完全烧焦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原本定的交稿的日子 琪琪 对不起 我忙着交稿你别生气 三年前你说你要当一个作家 说两年之后我们就结婚 好 我等了你两年 那两年你有表示过吗 你还说你父母需要时间接受我的职业 我又等了你一年 今年呢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 不是借口琪琪 我计划是今年 别说了 我不想得拖下去了 疯狂医生 疯狂医生 不如你喝完这个 给自己业一试 不是 别了 别了 是我一直问她的 原来她一直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 智希 我一定会让你想想 我要带你一起回去 智希 王妃 走 快走 快走 智希 智希 你怎么看 怎么突然 我不突然 早就该这样了 夫人最好的意思是 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会让你多想起来的 想起什么 你先让我下去啊 我要去验试 你追过我作战 他们俩光天怀日有伤风化 我今日丢药走来那么去 你 曹大人看够了吗 对 是王爷和王妃都已经成婚了 王爷 是我脑子不好 忘记了忘记了 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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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仔细查验过尸体 尸体的面部呈大面积烧伤 所以没有什么可用的证据 但是尸体的胃部未发现太木 所以是死后烧伤 云苑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这一点昨晚已经在现场求证了 但尸体的脏器呈大范围衰竭状态 不排除有中毒的可能 具体情况我已经和武座做了揭露 他现在正在对比是哪种毒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证明死者的身份 有 死者的背部受伤较为轻微 所以能看到左侧左肩上楼鱼柜黑色抬起 大概 嗯 这么难 好 我现在就去 哎 等一下 死者的背部因为没有被受伤 所以留下了一片残留的遗料 我看着像是昨日宴会上 仁安所传的款式 是 你先差人去查下人物 若不收获 再去京城那几个大毒妆查查 那什么俩的案子怎么办 先查了再说 是 你跟我来 你保护我 你是说生前烧死 与死后焚烧有很大区别 是啊 那你的意思是 他是死后才被人焚烧的吗 对啊 如果是生前烧死 人会因为火焰温度过高 而紧闭双眼 眼角就会出现 额爪形的纹路 额爪形的纹路 我眼试给你看看 就像 这样 你刚才紧闭双眼产生的纹路 就是额爪形纹路 然后 如果是死前被伤 人的整个呼吸系统 还有消化系统 就是 鼻子 然后 口 再然后 就是 喉咙 以及 下面的 胃部 这些 就是消化系统的做成结果 这些 就是消化系统的做成结果 快走快走 快走 快走 丢死人了 我干嘛闭眼睛啊 好 小小小姐 好 我没收到 自己的 前线就传来消息 说我的副将陆衡 从皇上胡家勾结 死犯了二十万两小银 圣上阵 下令严惩 因此胡家胡家 被满门抄斩 我军大败 连小夕的母亲 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一病不起 这没多久就错了 我打了败仗 也回京交了虎服 零了个闲置 才知道当日吵架 并没有在陆湖两家找到 找二十万两小银的踪影 直至今日 这笔小银的下落 也无人知晓 按您的意思是说 那个印记是属于 那笔小银的 事情正如舅舅署 当年胡家大部分生意 都被沈家接受 才有了后来 富甲一方的沈家 只是有一点 舅舅说的不对 我母妃的死 并非并失 只是有一点 舅舅说的不对 我母妃的死 并非并失 云老头 我说你这关 历不了多久吧 臭道士 你来这儿干嘛呀 我说今日饭菜 比往日的香呢 原来你这是来了客人了 吱 喂 蜜娃娃 你不是这里人 道长好严 我夫人并非精神人士 对 我总是荆州的 蜜娃娃 你知道我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你若是信我 七日之后 你来云宴 林老头知道 在哪能找到我 好 来 初老师 你中什么神 弄什么鬼呀 别拉头 卦硬的是躲不了的 走走 卦 难道这道士 知道点什么 停 我腾力 丹家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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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刑部尚书 居然成了嫌犯 还被人灭口焚尸 朕的江山 您就乱成这样了吗 管家 沈万两一案 颇有意义 任大人又吐糟意外 两案颇为欺击 臣以为当务之急 应为人心的刑部尚书 将两案并案侦查 缉拿凶手 臣请指 升刑部侍郎谭大人 为刑部尚书 负责此案 则事 人自有安排 管家 臣告退 辉 负责 父皇 你的身体 臣还撑得住 今天见那边 儿臣已经在产了 好 那就好 江南水环也不能布置 但江南官场错从复杂 这样 你择日进城去一趟江南 将此事办妥 儿臣灵迟 什么 你让我查的百古案是你母妃 正是 当年我尚且年幼 宫中记载的是母妃急遇成疾 不幸哄事 当我查过其他资料 母妃哄事那年 请红突然倒塌 之后就被封存 五年前才开始重建 而我 也是从那年起 身体突然合肌 长年汤药不断 验白骨并不难 只是 你母妃她藏在黄陵 我们该怎么验呢 此事虽不易 但也不是不能完成 但我仔细筹划一番 那好 既然你对此事先存疑虑 找到真相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柴虎刚查到一条线索 曾服侍母妃的婢女 胜有一女伤在人世 找到她 或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不过 智希 你身体不好 真的只是突发恶极吗 此事果然瞒不住你 我并非生病或是中毒 只是那一年服用的 剂量有过的汤药 看上去已生病无益 但若继续服用下去 身体脂肪越来越虚弱 早些年是不知情了 后来是担心太子得知此事 对我不利 才没有把药停了 那 那你的身体 放心 如今已经停药了 我大碍了 王爷 怎么都有人来跟着啊 怎么又多了几道中文 还是雪狼对我好 咱们 来 哥哥 你们一起啊 大家走啊 回见 老板 声音心楼啊 对吧 动着 御史大夫 我都要看看 他接不接得住啊 派子 老师 官家咱得派你去江南 江南水患 朝廷自首派人请去 让九王爷 前往江南救藩的车子 已经递上了两回 官家只是压下不意 今日又派了御史台的蒋大人 赴任了刑部上司 还直接封了九王爷 为御史台大夫 负责人安一案 也不知这官家 是如何打算的 父皇的声音 我等 虽然是不敢揣错的 既然如此 微臣也不多言了 也罢 老夫 修书信一封以你 你带去江南吧 倘若你在江南遇到什么麻烦 你便将此书信交予江南四十 他是我的学生 一定会助力 五 多谢老师的挂气 王爷 红冰楼古老板来了 他来做什么 见过齐齐了 没有 说是来找你的 丑武 这不能进 对啊 找你呢 王爷 小的没拦住 你入府不提名提问 本来是应该的 那今日 我觉得可以 好好看看吧 游河 我这明天还需要立马 为何如此 你猜我本来姓是吧 还有您知识 我能查到内容有限 还有一些是 近些年 李怀鱼肉百姓 忠宝私囊的证据 除了报仇 你还有何诉求 嗯 我没有什么想要的 我只是想把他们交给 能好好利用他们的人 至于报仇 我也没什么想法 人生在世 除了报仇 我想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倒是豁大 不然又能如何 既人是听天命 就像有的人错过了 他就只能是别人的夫人了 我告诉你 齐齐 王爷 王爷 出事了 东家 东家 成了什么没有 还没 蔡大人 红丁楼老板古月带到 好 下去吧 是 王爷 你们认识啊 不熟 认识 哦 周围百姓怎么如此之多 没有经常 发现失守的是死者的婢女 结果受到惊吓 就经了红丁楼的所有人 我们一到现场 所有人就都称 是猫妖作祟 猫妖 不计之谈 王爷 你看 王爷 此案实在离奇 王妃他 何时能来 王妃近日操劳 尚未起身 我已经留了话 想必不多时就会过来 没事 谁是不愿 我是 拿下 我 为什么 你们凭什么找我 我 轻点 正好王爷在 官家 有口谕 此案引起民间 风波甚广 应遇使台并提行司 一同办案 三日之内 务必侦办此案 红兵楼老板谷月 有重大作案嫌疑 好 加入慎刑司候审 慕智欣 你帮我说句话 王爷 在下告退 来 等一下 古老板和王妃是旧友 还请各位多关照一儿 再走 这 这 走 慕智欣 救我 我是要用的 你看下没有 茶呀 你别动了 王妃 姐姐 救我 姐姐 伍玥 你傻有傻福 一定会没事的 你不必担心 我已经交代过了 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就 红兵楼处理一启命案 现场百姓冲动 已经传言是邪随作怪 宫中为了平息谣言 只能先将古约拿了 红临 出点血 心急萎缩 可怎么看 都不像是猝死 真的这么巧吗 上次见你还是寻尘宴 风华绝带 如今 你放心 如果你是被人所害 我定会为你找到杀人凶手 女性尸体一军 身长大约有五尺 年龄于二十二岁 除了面部有明显抓痕 身体有不齐意外伤 开始掩饰 亲爱的 本身是油的 没有 早没有 没有 真是 他就是我呀 就是你呀 那我知悉 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嘛 来 知悉 知悉 走 今天要是累了就咱俩休息吧 验尸的结果你都知道了 才好南正在写结案的车子 可是我觉得都太巧合了 好像被安排好了一样 再说了 现在要伪造成猝死的方法有太多了 要是能化验就好了 化验 就是做一些检查 只是没有什么合适的工具 你要是缺什么 就像上次一样画出来 我差人去做 如果你真觉得有问题 那我就通知下去 先不报给父母 我再陪你查一查 好 王爷 王妃 您这边请 这便是楚楚之前住的屋子了 前几日啊 教方放了一批姑娘除急 这楚楚姑娘也在内 这屋子便空了下来 吴妈妈 那从楚楚离开之后 还有其他人来过这个房间吗 除了每日得有人打扫 再没有人来过这房间 不过 教方是允许除急的姑娘 带走自己的私人物品的 这屋里也没有什么楚楚的东西了 那楚楚平日 可有和什么人结缘呢 那可是没有 像我们这种身份生活 本就简单 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仇怨呢 楚楚这丫头也是命苦 出生于官宦之家 父亲获罪 这才进了这教方 人长得漂亮 为人又和善 这武练得也认真 不然呀 也不会成为这教方的花魁娘子 哦 我想起来了 年头楚楚认识了一位举人公子 这两个人呢 也算是琴瑟和鸣 但是后来这个举人公子没了盘缠 楚楚啊 还偷偷塞了不少名字给他 那位公子感动的 跟什么似的 哎 后来秋为 说是中了近视 要娶楚楚为妻 我这才将他放了出去 不然呀 这花魁娘子 哪怕到了一定的年纪 我们想多留上几年 但也是常有的事 哎呀 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如 不留上几年呢 哎哼哼哼 无计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个公子可算回来不 怎么没有 昨日还来了这儿呢 在中处的屋子里 做了一个下骨 哎哟 这哭的呀 那就一个撕心裂肺呀 哎 你不是说 除了凭着打扫 再无其他人买过吗 哎 哎 老师 真是忘记了 哎 王爷 没有什么发现 但床下有一阳阁 已经空了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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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我和柴湖都已经检查过了 这个香粉罐子和茶叶罐子 看上去是在同一家药烧制出来的 看上去比其他的东西更粗糙一些 那这茶叶呢 有什么问题 暂时还看不出来 它看上去就像是普通的茶叶 和普通的桃花被制出来的花茶 小虎 帮忙点热水来 好 秦秦 你觉得这件事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香粉里面有猫不合 这鱼粥花茶得泡开了才知道 王妃 小心 有点烫 我真是这样 这就是谋杀 老虎 死了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张活 你向我找的案格在什么位置 空的什么都没有 线索 右端了 琪琪 无妨 我们再查便室 ī 我 之后 你会今待 我 我 不 来 哪 Sup 好 好 伤召 Wa 女娃娃 你来了 老道长 这是什么 和我有关系吗 紫卦是我两个月之前所起的 上月十五血月同七星连珠的天象 你该有印象吧 秦天剑也得知紫卦 太子正在寻找应卦之 如果 如果找到的话 要如何处理呢 这意究竟是一象一人 或者是一世之人呢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会如何破此卦 那道长 你可有破解之法 这卦并无破解之法 但有五行相助 或可解天机 一路回来你都领色不好 究竟发生何事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可以吗 五行相助 或解天机 王爷 怎么样 秦秦还把自己挂在屋里吗 对啊 你们今日去云院发生了些什么 一天了 清楚嗓子都含眼了 都没把人叫出来 你还记得王妃金手过的几案子吗 嗯 链语我听 沈万两吞金案 小婉落水案 五行相助 五行相助 还有火烧人案案 秦处处一案 从今日起 不准让王妃金手一件案子 尤其是和花草同目相关的 是 这瓜并无破戒之法 但有五行相助 我可解天机 那我又该如何回去啊 我刚才说过了 此话不可破 至于你从来出来 回去出去 等时机到了 你自然会离开 如果你注定要离开 那就留在这儿吧 那是一军日地 也好过失去你 你自然会离开 凉凉我了 琪琪 被水冲走了 太好了 不用老夫出手 老天就收了他 是手找到了吗 谁是太当 我们那人还没有找到 不管那个情况 太子必然活不下去 继续找 找不到我不放心 太子不在了 京中那些人也不足为局 让他多活了十九年 便宜他了 我家的天下 终将会攥在我里的怀神中 夫人 你请安心待在我身边 莫菲 我去找女神吧 我不会让他离开 我乃是新闻中人 你们都有私情 我竟要在官家面前猜你们一本 你最好奇到你出去还是状元 今日既然把你请到这儿 就是有十足的证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能待无半亲 扶刘 臭道士 装什么奇风道火 明明就是骗人的 明明长得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是两个人 七七 知悉 我以为你生我气 怎么会呢 你不收到了吗 那是母妃生前最喜欢 你要替我保管好了 对了 金楚楚的凶手找到了 参谋南城的神人 要一起去吗 去 走 死到您头了还不说 谁是他 撑 你是如何谋害秦楚楚的 没有 你屈可会人 王爷 敬古王爷 状元爷 夹竹桃花 备至毒茶 再用猫磨合你的猫咪颠锅 再把所有的事情都甩到鞋碎身上 好技能啊 你说 像你这样的人 是怎么扛上赵元的 你在说 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什么猪疼 桃花便是桃花 怎么会有毒 蔡大人 赵元爷渴了 看茶 免得他回头又拿这次擦你 哎 秦楚楚对你一片方心 供你无输 你却一朝发尽 害人信 我齿至极 丢号 我的眼睛 我这信 你以为秦楚楚的父亲是谁 是什么眼前侍奉过 岳飞呀 你说什么 想听吗 这一本是我们从秦楚楚那儿带回来的 另一本就是从许怀清家搜出来的 若正如许怀清所说 那日杀手的目标恐怕不是我们 还是这本书册 那这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内容 母妃的死 也许 什么 你说什么 太子在江南震气灾民 被后水冲走了 皇上 皇上 您没事吧 九月初九 云飞身体不适 口涂黑鞋 吴等从九王爷赤士中发现默默 未遇见 九月十五 云飞身体日渐衰败 药食网之 吴等 恐病不久矣 解药之事 尚无同学 这 这 这 进去 你别出事了 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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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西查到当年她母亲的真相了 父皇 小巧 你来了 来 来来来 父皇 小巧 快 快查人 去找你太子哥哥 小时候你与他最为情恶 如今他下落不明了 皇兄寄人天相 不会有事的 父皇 二臣今日请来 是来告状的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告什么状啊 等找到太子 让他为你做主 二臣今日非告不可 好 那你说说 你要告什么状 二臣一告 当朝收复李怀 无害皇嗣 二告李怀贪不想赢 誓变贯陷入十年战乱 百姓流泪失死 三告李怀皆当赢死鱼肉百姓 四告李怀 百官欲绝 八十九尾 你 你这是要做什么 告状 二臣前几时 查毛交险 查到当年 作为五菲正外的 秦太义的女儿 父皇 要用我来念给你听 别怕 有些事 是该说给你听了 当年 朕对你的偏爱 找来了李怀的忌惮 他担心你威胁东宫 你母妃 只要是提醒掉的 凡是你入口的东西 他都要亲自设了才行 李怀家中 世代唯一 有一祖传方子 名为百幽杰 中此毒者 就算再少的毒量 身体也会一天天的衰败下去 要失望至 秦太医手杂中所说的 定制此毒 只是其中一位药材 已经失穿 没想到 竟给他弄出来了 原而自知 时日无多 哈利怀继续针对于你 别让秦太医 开了一副大乘祈堂 用堂 晃着你伏下 至于那药的功效 人见你今日身体刚健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你母妃撒手人还后 李怀胆大落天身体摧毁 情功 回造你母妃的死因 说起来也是怪我 那些时日 只未想赢一筹莫展 等北方战事结束 我还沉溺于 战事势力的忧伤之中 听下了他们说的 小妹自强的鬼话 还觉得疾病是入皇陵 全了我 您家的颜面 老夫 真是糊涂啊 那朕处理好前朝遗乱 平定边疆之后 也是数年之久了 所以 过了几年 就没事了 追究不了也不能追究 李怀此人心思深沉 行事小心 等朕意识到 此事是他所为 这半个朝廷 已都是他的学子门神 如何动得 你是皇帝 皇帝 这江山 其实朕一人能够坐稳的 只可知道 尤其是是非对错 黑白善恶那么简单 小巧 你与太子不同 自小你就认死里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可你知道 李怀一等 背地里贪赃受贿 买官买官 可政务上该做的事情 他们一样也不少 若非如此 我们穆扎的江山 又弃得如此的稳固呢 不用了 若是如此 这江山不要也罢 小巧 小巧 既然这江山 上去到了一辈子的末夫 那我就掀了这江山 看看他们能让你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小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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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年 忽视了邪儿 琪琪 你怎么在这儿 智琪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公众消息 太子失踪了 今日金钟肯定不会太平 我让柴虎先送你回府 我和舅舅还有些事情要上演 答应我 最近想不要想爱子的事了 那 我在家里等你 好 星儿 舅舅 你别再劝我了 你以为 舅舅就是这样的人 他利害手中的血案 可只少没一人 十万 别管教师的性命 就是杀他 十次百次都不够还的 老舅 都杀了吗 都杀了吗 云飞的簪子 别当上车 走吧 走 谷阿姨 你是连环头端的嫌疑人 对 多克了您的关键性证据 人我们就先带回去审了 李怀 怎么会出现 连环偷毒 李怀偷毒 对啊 这些 我知道了 是李怀偷毒 这就说到白悠姐 你母妃中的毒 还有仁安中的毒 都是一种毒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要再决一次仁安的事 只要我们能在李怀的家里 找个那种毒药做证据 那所有的案件 就真相大白了 我们就可以定她的罪了 真相 是妻 那是不是这个案子结束 你就要离开了呢 离开 那是道人所言 你还要买我多久 那芝希呢 如果我回去了 她会恢复记忆 跟我一块回去吗 她从未失忆 弹劾恢复记忆 更何况 她本就是此敌人 如何与你回去呢 那芝希 你偷听 不说不偷听 就才会知道你定身证 你姐姐是想我当做他人 又怎会想到 你这些日子对我的好 竟都是一情之举 我姐姐 我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我记得 芝希的眼角 没有这个纸 真的不一样 柴虎 王爷 你姐是锦州师座 有你保护好王妃 你了 你让他离开王府官府 倒不 停 站住 张嘴 快点 大人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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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王爷 你一关押 强夺星科状元的妻子不成 杀人家伙 你应该去找官家申冤哪 事成之后 我会把解药给你 好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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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谁呀 大人 谁呀 大人 牧智希 牧智希 你到底 牧智希 牧智希 你到底 姐姐 伙月 你被放出来了 对啊 我早就被放出来了 还请你参加我的除灰宴 不过 你家王丽 错劲可真是太大了 智希他 打住 我不是来告状的 也不是来听解释的 我不是来跟你道别的 我要走了 走 你要去哪儿啊 随便啊 天大地大 哪里都可以 反正我有点事情 孔琪琪 我可以带你走 你要跟我走吗 当然不行了 我这些现在的情况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随便你 既然你不跟我走 那就江湖有缘再见了 等等 果月 我那个朋友 他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他的爱人 不仅没有伤害他 还救了他 他不是很好吗 他后来 遇到了一个对他很好的人 但是 这个人和他爱的人 长得一模一样 但他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人 他好像爱上了 后面来的那个人 你说 他该怎么办啊 他应该怎么办啊 他应该怎么办 他应该怎么办 这很正常 世上本就没有两条一样的河流 也不会有两个一样的人 我想 你的朋友如此纠结 害怕自己被相貌所迷惑 但眼睛会被表象所迷惑 几七 我们这一生 不可能对得起所有人 问问的心 问问他 是想留在当下 还是神免过去 记住 遵从内心 他永远会给出最准确的答案 我受伤之后 就到了这个地方 一来就遇上个怨泥水案 当时咄咄逼人的那个样子 真叫人贪念 有五行相助 我可解天机 五行 金木水火土 我可解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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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溺水 吞筋 火烧 中毒 倒塌的寝宫 我怎么没想到 金木水火土 不凑齐了 我怎么还带在这儿 是因为最终的凶手 还没伏法 还是因为 我在计划这里的莫志希啊 或许 真的是实际未到 既然如此 对不起 莫志希 我觉得 现在的志希 更需要我 柴虎 柴虎 王妃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柴虎 志希呢 我有事情要找她 柴虎 柴虎你告诉我 志希她去哪儿了吗 王妃 我是真不知道王爷去哪儿了 那 那我不管 我就坐在正堂上等她 我 我就不吃不喝不睡 我就在这儿等她 王妃 你就别再为难陆姑娘了 她呀 当真是不知道九弟在哪里 但是呢 我知道 她不是死了吗 怎么 血月当空 七星连珠 有一子西方气 九王妃 你这个意义 当真是让我好丑 李怀导人有令 我们继续要抓活的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我在江南确实遇见 但侥幸没死 李怀派人追杀 方才醒 索性将计就计 这两年 李怀这神乱两只手 敛财无数 他私自招待军队 如今 去京城 不足百里 这两日 九弟和他舅舅 已经将京城当中 大部分李怀的幕僚 全部拿下 要当众销售 我凭什么信你 神万两一案 如果 不是我偷放了营廷 你们到现在 还在困局当中 是你 那你和知心 我和九弟 本是关系最亲近的 两兄弟 奈何 远非洪事 九弟萧綦 而我 挺身李怀颤颜 才导致 我和九弟的关系 越来越越 等醒悟过来的时候 已经弥补不了 那太子 是想让我做什么呢 父皇病危 众老臣 也被李怀困在宫中 我要你 记得过 可是 皇宫竟然已经被李怀所控 我又怎么能记得了功呢 沈绝 你还记得了 当然记得 他乃是 李怀养在沈家的独子 因你破案而获罪 而后 又死在了流放的图中 你三番五次地坏了他的好事 我想他定然是 对你恨之入骨 除了你 没人能进过 王妃 万万不可 那我进了宫 又能怎么样呢 我知道你略懂一一道 李怀已经禁止宫中 他一位父皇臣致 我要你助我 护他们身体健康 我答应你 我必将李怀一组连根拔起 解释 如果你说服了小九 我也必将不会对他动手 只是到时候 你们就不能久去在这精神当中 如何 好 口受无凭 立自委屈 那今天建的披挂 谁说异象就是王国之行 于我而言 你的到来给小九带来了新生 对梦想来说 再好不过了 北京 北京 封城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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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看来我的人马要白跑一趟 带走 是 走 皇上身体如何 赞无大碍 姐姐 你就这样进宫 是不是太子那边 已经有了万全之策 你 李师傅 李师傅 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 李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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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要告状 李师傅 学生壮高的木之心 以事逼人 强强我欺不成 企图废我双目 还要杀人嫁祸于我 众位学子 稍安勿躁 此事尚有疑点 不过请诸位相信老夫 朝廷 一定会秉公处理 疑点 李师傅 你也是读书人 他是我读书之人最终声明 我并不可能以此构陷于他 儿等若要包庇权贵 也须之书中 除却忠君爱国 也有王虎将相 另有种祸 学子们莫及 若情况属实 阿庆 还 都该死 九王爷 你这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这些你怎么敢 九王爷 不要 别动 你这些压收负大人的门声 就下点活泼 我等活动给你救援 快走 九王爷 不要 不要 慕智希 我死 我死又何惧 可你杀不去这天下独树之人 天下独树之人 并会记得你今日谁嘴脸 得其所 无益壮灾 这独子吗 你是谁 老何神 我 由王爷装病事若实意 可真是好莫损 老夫都被你骗了 海湖 受伤了 弟弟 已经离我了 别再 受害仇 千处坚定 就在警示 身份不成 保证消 命运的杀生糟糕 终于 刚才是要了 一丝谢罪 今天 我们还是正在遇 我去 看看 我的人马来了 你完了 太安六年 李怀勾结前皇上审万里 私吞边军享饮百万元 使我军大败于末本 边关百姓陷入长达十年的战狼 竟然还活着 太安十年 她相对 ens 极臣 下宽 出台 出台有蜜桃 找到小舅 离开 官家 李大人派莲将来请您 最后再看看您的江山 你们想干什么 李怀青若不杀我 小律是罗魏 但你们今天想把皇上从这里带走 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踏去 杀 泰安二十九年 李怀奉旨主持修为 收受惠语 将许怀青与优秀学子的讨卷互换 使其拔得头手 后许怀青因猫妖案被查 故意将其击杀 老师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想必城外那些兵马 已经被太子掌控了吧 自顾城王败寇 我李怀既不如人往朕 我和我十九年前心思手软 没有亲手杀了你这个祸害 你知道白雄姐的发作吗 他能让人一件一件地衰败 皮肤一件一件地跪了 可惜了 可惜了 因为那只清过清澈的脸 收手 你说什么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因为李怀真的给杀过吗 快快出马 芝希 是你吧芝希 你说什么 你不敢杀我 就和你父皇一样 你们都不敢杀我 你不敢杀我 芝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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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你孩子 我原以为你是什么羞魔杀神 原来这是一个新的 只有女人的废物 芝希 芝希 太医 芝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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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停住 太医 太医 太医有没有人啊 太医 来人啊 徐晋 您停住 徐晋 对不起 我不用太医 你回去吧 回到书役的地方吧 我不走 我不走 这些你别丢下我 我不走 徐晋 徐晋 我不走 太医 徐晋 太医 你停住 你来找我开心 我开心我好不想再来 徐晋 徐晋 好接受 强谷 徐晋 强谷 我 徐晋 徐晋 来人 回头探机 徐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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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希 姐姐 你醒了 姐姐 你终于醒了 对不起 来 下手让一下 先躺下 你叫什么名字 孔希希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小伙子 OK 那你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再叫我 好 谢谢 好好休息 姐姐 知希 我睡了多久 整整两个月 对不起啊 当时 要不是我一时一期离开 你就不会受那么重的伤了 不过现在没事了 坏人已经抓到了 对不起啊 那天是我不好 谢谢你 知希 对了 你看 这是什么梦想 这是我以我们两个为原刑 创作的小说 两个月前刚收了样本 我本来想第一时间分享给你 却不曾想 这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跟你说 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并交的王爷 他呢 从小就被坏人陷害 之后呢 他为了给自己复仇 他遇到了一个 一路为验尸的大故人家小姐 他两个人之路 连板板撤出 消除了朝廷的隐患 所以 这个讲的是 一个跟着老五座 学了没有几天的 天才女舞座 和一个 没人疼爱的王爷的爱情故事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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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